154章 生活中的佛法 反正方正是打定如意了 无论如何呀 就是不上去 方正嘴上却说 感谢诸位施主为贫僧解惑 不过贫僧还是拒绝参加 方正住持啊 你拒绝你得有个理由吧 立刻有人不甘心的问道 方正理所当然的道 正如一行法师所说 规矩就是规矩 岂能因为贫僧以仁而废 这个名额不争也罢 更何况贫僧看过的经文少 领悟的那也就更少了 上去也没什么可说的 对于这一点呢 方正就没有打算隐瞒 没文化不可怕呀 没文化硬撑着才可怕呢 众人是面面相觑 这么多年了 还是头一次就遇见这样的接触主呢 你往常大家都是争着抢着上 这次好了 大家劝都不肯上 难道肚子里没有存货 不好意思上台 还是推托自己没看过经文 没看过经文 你能说出那么多道理和感悟来吗 虽然这么想 不过也没有人这么说 想到此 众人看方正的眼神变得有些复杂起来 有的为方正的坦率而欣慰 有的则是信了方正 于是为方正这个不学无术的小子 恨铁不成钢 都一尾度将了 你就不能好好的参悟一下佛法吗 白云禅师再次开口了 方正主持 你确定要放弃吗 方正立刻点头道 嗯是的放弃 白云禅师点了点头道 既然如此 一行法师 那就由你来吧 一行文言微微一笑 双手合十道 弟子遵命 红经见此顿时就乐坏了 直接一行上台就开奖了 你说他有种如梦中的感觉 在他看来呀 这次绝对是没机会了 哪知道方正竟然主动弃拳了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馒头片嘛 这好事上哪找去 不过红经想的比较多 看着在那里认真听讲的方正 心中嘀咕着 他是真大度 还是肚子里没有东西呢 台上一行讲的正是华严经 他这个年龄能领悟的东西自然有限 不过一行倒也是聪明啊 避开了整体的华严经 而是从其中提出了一个点来讲解 贫僧日夜 诵读华严经 心中颇有一些感悟 尤其是经中所提到的一既是多 多既是一的这一句 世人多被这里面的数字所蒙蔽 却不知道这里的一和多代表的并不是仅仅是数字 而是一和万法万法归一 一化万法归于天地 天地之间唯我心是唯一 天地万法皆由心所演化 心道万法生 一行洋洋洒洒的说了足足有二十分钟 将心为一驾驭万法的理念解说的是十分透彻 众人闻言 无不点头 暗自称赞 甚至时不时的还呱唧呱唧掌声 这可是那些住持们讲经时候所没有的待遇 当一行讲完起身行礼的时候 众人更是给予了雷鸣般的掌声 红经是更是兴奋了 双手都快拍肿了 一行对于下面众僧的反应也是十分的满意 只不过目光或多或少的会瞥向同样股掌的方正 白云禅师笑道 红经 你们金竹案 未来是后继有人了 红经哈哈大笑道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众人见红经笑得如此开心 也跟着惠心的笑了 之前的争论归争论 争论过后大家还是朋友嘛 由衷的替红经感到开心 白云禅师又是对一行道 一行 你可有什么话说 一行双手合十 见礼道 贫僧所讲的只是个人体悟 贫僧想要方正住持 给予评点一二 此话一出 全场恶然 谁也没有想到啊 一行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不过随后 大家恍然 这一行倒是会做人啊 这是借助这个机会 让方正登台 分享心得 一起出名啊 菩萨心肠 毫无过性 未来不可限量 众人只当一行是报方正 是相让之恩 却不知道啊 一行真实的想法是 在探探方正 探探方正的身前 身 想歪了 就探探他的功底啊 方正顿时傻眼了 又让他上去 他躲了半天到头来 这口锅又甩到了他的头上 华严经他听过 也读过 不过只读了一点 毕竟网络上 只是碎片化的信息 想要通读全经文 太费劲了 不过方正欣慰的是 一行说什么不好 你非要说一 即是多 多就是多 多就是一 这句话 这一段方正当时看了 就是这一段啊 也有了一点自己的感悟 只不过 由于看的经文太少 所以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感悟对不对 毕竟他的感悟 都是在山上 看山 看水 看石头的时候 感悟出来的 而不是来自经文 经书 厚积薄发 在网上查过其他人的感悟 没有人和他一样的 所以方正也没有底 如今一行已经逼上门了 方正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眼看着方正真的上台了 一行有点后悔了 寻思着 难道他真的有本事啊 不过就算有真本事 我也是好意 这也怪不到我 若是没有本事 我也是打架而已 方正上了台 和白云禅师见礼 然后双手合十 对着众人见礼 然后 盘腿坐下 深吸了一口气 微微一笑 心道 实在没办法了 破罐子就破摔吧 闭上眼睛就瞎说吧 成不成 不成也没办法了 于是方正道 贫僧对于《华言经》中的 一计是多 多计是一 倒是有不同的看法 此话一出 全程恶然 上来就说不同的感悟 这是要跟一行PK呀 顿时一个个来了精神 想看看方正 到底能悟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能悟出了小鸡窄吗 方正道 佛说众生苦 可是众生苦在哪呢 贫僧所在的一纸四十分偏僻 上山的人每年都屈指可数 贫僧的师父去年驾鹤西去 如今盛夏 贫僧自己只能守着空寺院 去参悟一些自己也不太理解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 一条狼一只松鼠 进入了贫僧的生活 贫僧才豁然开朗 狼吃饱了 就很开心 松鼠也吃饱了 有玩的就开心 每日无忧无虑 悠然自得 而人不同 人饿了就苦 饱了想吃好的依然苦 没孩子的苦 有孩子的 嫌弃累而苦 众生皆苦 而受独乐 那是何解呢 正如一行法师所说 万法由心 万象由心 一切都源自于心 心只有一个 但是心可以演化出无穷的烦恼 所以 佛说 一计是多 而多计是一 贫僧认为 摒弃那些烦恼 化万千烦恼 作为一颗单纯的心 才能真解脱 获得大自在 方正此话一出 众人是集体杀眼了 沉默了 甚至是被震撼了 本集播讲完毕 接着 平衡 6 5 6 7 8 7 10